第二十三回 亲人 上一回啊 我们说到啊 到公元一千一百三十七年的时候 南宋的形势一片大好 似乎啊 眼看着就要胜利了 我们先把南宋放一放 咱们往回倒几年 看看岳飞的这几年 就是从1133年到1137年这一段 这一段啊 其实我不愿意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有比较大的争议 1134年的时候啊 岳飞是奉旨渡过长江 收复了被伪军占领的襄阳六郡 岳飞于是在这一年 被升任为节度使 节度使就是这个官职啊 就是相当于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军队里的方面军司令 岳飞所辖制的军队呢 就从这一年 从五万人 一下子扩充到了十万人 1135年的时候 岳飞平定洞庭湖的汉匪 解除了宋朝的后顾之忧 这一场大战中 岳飞收了大将杨再兴 但岳飞的弟弟 占死了 岳飞这个人的性格啊 其实很怪 是吧 这是那种就 就是怎么说 特别要强的人 甚至于有时候 到了说对人宽 对己言的这个地步 我不是说 是吧 对自己人严格 这是问题 这不是问题 是吧 对自己人严格 其实是对自己人的爱护 但是这个事有个度 就是说你做事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人 如果你的自己人 都得不到提升 都不能待在重要的岗位上 这不利于你的事业 洞庭湖之战 岳飞的弟弟 是作为下级军官战士的 岳飞好像就这么一个弟弟 一直这个弟弟 其实一直就在家照顾老娘 我是觉得 老娘其实是心疼这个老儿子 别跟着我了 你去你哥哥那混个官职 是吧 然后有个室友 以后呢 也有个安稳的日子过 可谁曾想岳飞 真把弟弟派上了战场呢 而且战死了 你再看 这个岳飞传里 岳飞在得到这个大将杨再兴以后 是多高兴啊 我得承认 我这个人觉悟不高 是吧 儿子你听好 谁要是害了你叔叔 我一定跟他拼命 守足之情啊 如果是我 我是岳飞 我一定杀了杨再兴 给你叔叔报仇 我们是亲兄弟啊 或者说 我可能就不会派你叔叔上战场 我会把你叔叔安排在我身边干个参谋什么的 然后混个军功 升个一班贯职 一官半职 这就算完了 后半辈子 衣食都有着落 这不就多好啊 可岳飞 没有 岳飞把自己的弟弟派上了前线 而且战死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 岳飞对岳云的那个态度跟你说就更是有问题 岳云是在一个异常严苛的环境中长大的 岳飞 这个岳云呢 跟着岳飞打仗 战斗中是一定要冲在前面的 撤退的时候要冲在后面 打了败仗 这是 这原来在宋军是家常办家常面饭是吧 可岳云打了败仗 要遭到鞭挞 当着全军几十鞭子呀 这个儿子可以死给全军看 打上了呢 有人向上报立功的名单 岳飞把岳云的名字划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能让别人说我迅私情 从这一点上看 我觉得我没有岳飞那么高的绝 岳飞这个用弟弟的生命换来的大将 我宁肯不要 岳飞这个用儿子的虔诚换来的将士们的尊敬 我宁肯不要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敬人情 其实这不符合咱们社会的普遍道德 中国人呢 还是以家为中心的 家人永远是我们社会关系的核心 没有比家人更重要的事情 岳飞这种把国家把事业放在前面的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嘴里不说其实心里是不认同的 有好事先照顾亲戚再照顾朋友 这是比较获得认同的次序 这不高尚 但是咱们说 我说的这是真话 对吧 中国人就是这么做事 一个岳飞一个包拯 这两个人叫大义灭亲 他们在我们那些正统的教育 把他们竖成神 但我告诉你 这两个人倒霉的时候 连个说情的人都没有 你种下了什么瓜 将来就是结出了什么果 136年的时候 岳飞从洞庭湖边上 被调往鄂州 今天就是 这个鄂州就在长江的南岸 在长江边 准备这个时候准备开始北伐 就在这个时候 岳母去世 这么多年都是岳飞的弟弟照顾母亲 随母亲四处逃难 现在小儿子战死了 你说老母亲得多伤心 就在岳飞的弟弟 跟着岳飞出征战死的第二年 老太太撒手人寰 母子连心 一个包拱 一个岳飞 给他们当亲戚 命苦啊 岳飞这个时候 正好是两次请求北伐 高宗都没有答应 岳飞于是就以 为母亲守孝为由辞官 没等高宗同意 就去了庐山 岳飞的母亲葬在庐山了 就在庐山为母亲守孝 军队的事抛开不管了 高宗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是吧 一方面说守孝是必须的 可走了岳飞 高宗睡不踏实 虽说河湾里那儿啊 停着快船的随时准备出海 但你知道金乌珠会不会有新花眼 还是让岳飞回来 这样高宗心里踏实 于是还得派人去请 忠孝不能两全 你啊 你要北伐你就去吧 但高宗是个聪明人 高宗已经算好了 是吧 这军队啊 就这十万人 我给岳飞配粮食的时候 就配两个来月的 反正这点冰 这点粮 岳飞你能耐再大 你从长江边上 现在也打不过黄河 果然高宗的计算是正确的 岳飞连续两次北伐 最后都是到山东就攻不动了 粮食用尽了 只能撤军 皇帝是这个表扬啊 是吧 也不知道岳飞是不是懂得 皇帝为什么表扬自己 岳飞其实又掉进高宗的小算子里了 高宗一开始是支持岳飞北伐的 一方面皇帝现在很有把握 控制岳飞能走多远 另一方面 金乌珠最近啊 就这一段时间在河南陕西 连战连省 大宋朝同时现在 在这个方向上要面对西夏 还要面对金国 虽然整个全国来说 大形势不错 但就西北这个局势来说 现在形势险恶 有点吃不消 而陕西当时一旦全部落入 被金国占领 落入金国之手 四川就危险了 所以皇帝一开始是支持岳飞 你捅金乌珠一下 捅他一家伙 至少是能够缓解一下陕西这方向的压力 但很快 岳飞的这个北伐 这大的行动 还没有组织好 金乌珠就在陕西得手了 宋军在陕西大败 所以到后来 宋高宗就不支持岳飞北伐了 没意义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连宋高宗都没有想到的是 金国的使者突然找到了秦桧 带来一个消息 金国现在请求议和 没错 这一次是金国主动议和 更让宋朝没有想到的是 金人这一次自己提出议和不是吗 条件是把陕西和黄河以北的土地 黄河以南的土地 全都还给宋国 换取宋朝和金国签订长期的和平协议 宋朝当时肯定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 但是不管这是不是计策 是不是轨迹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圈套 开出的这个条件 太诱人了 以至于宋高宗赵构认为 必须为这个和平协议做点什么 金国人这么大方 从来没有过 但是金国人的轨迹在哪呢 好了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我们讲 金国的轨迹 因为问题 自己的轨迹 和平协议 想 Operations 和平华会 far 使用 events 那你这样 我